保存 那我们先到仪表盘 仪表盘一片文章都没有加载上 所以这里顶部已经不输出了 这里也不输出了 这里还是继续输出 因为Foot还在 注意看Foot还在 那前台呢刷新一下 什么事都没有 好 注意看 如果我点击文章的话 当当出现了这么多 这里共有七个 再数一数七个 就是意味着 因为这里有七篇文章 所以它加载了七次这个代码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应该明白了 这一段勾子意思说 我们每加载一次post 就会执行一次这个函数 把它输出来 然后又换行符 那这种都是比较静态的勾子 有没有一种动态的勾子呢 比如说这里我在编辑一篇文章的时候 当我编辑完这篇文章 我一保存的时候 我想执行某一个函数 可不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呢 是可以的 在wordplay中 我们使用savepost 这个勾子 或者说这个action 这个叫做action A-C-T-I-O-N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给 暂时 直接替换掉好了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如果以保存这个文章 什么事都没发生 大家发现没有 是不是因为没刷新的 那好我刷新一下 再保存 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你还是没看到我输存那行代码 为什么呢 因为这 因为这一个 保存过程是发生的非常快的 它就仅仅是一瞬间 所以你还没来得及 看到这一行代码 它就直接跳到下一个动作了 因为它时间是一件一件事情发生的 这件事情 savepost这个过程 只是发生了可能0.001秒而已 所以你根本来不及看 那么我们这里就要使用 个比较暴力的方法 我们代一下 就是我们死一下 我们试试看 写第二个函数 看了 我们这个函数的动作是代 就是phe中 就是直接强制 让程序死掉 然后 you are saving the post 然后我们这里就是true 那我们就调用true方法 保存 那好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页面 我们直接更新点保存试试看 好 页面摆设了 然后直接运行到这行代码 you are saving the post 大家看到这里应该明白了post 应该明白了这个hook 是什么意思了吧 就是指定你的函数在什么时候执行 那今天关于这个ad function的函数的介绍 其实不是不是ad function 是add action函数的介绍 这样子 这还是正确的 差不多到这里了 那好 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给去掉 因为这个死 如果它死掉的话 那我就不能做视频造成 好 又火过来 最后 在领走之前 我最后再给大家问个问题 如果我希望把这行代码在头部输出 我应该怎么做 大家想想五秒钟 这行代码在头部输出 5 4 3 2 1 OK 答案就是我们可以使用wp admin header 看来是不是 对就是这样子 那在wordpress中有成千上万个这个勾子 就是这个action这些东西 大家如果真的想知道 实验所有勾子的名称都意味着什么的话 大家可以到一个网站 就是这个wordpress的actionreference这个网站 这里这个网站页面很多 就成千上万个勾子的名称的列表 也是action的列表 然后就很详细的说出了什么 什么名字意味着在什么时刻 那这个网站我一会会贴在我的wordpress花园的页面上 或者大家如果分辨率可以很高的话 可以来这里看一下 我估计是看不清楚吧 因为我上传之后会 还是看不清楚 还是有点黄黄 大家也可以直接自己百度谷歌一下 这个页面应该不难找 混了这么久 我才找到这个页面那有点说不过去 没关系之后我也会贴在我自己网站上面 那这次教程就讲到这里 有关于更多的问题 可以上我的网上给我留言提问 因为这个制作查件是比较对出学者来讲 是比较难理解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不要怕问 那下一讲我就准备讲的是另外一个很长的勾子 函数filter 这个filter跟action是不一样的 那下一节课再讲 OK Goodbye